乌克兰被俄军血型轰炸震惊全球 那么现在有越来越多国际间的名人 也加入了帮乌克兰驻镇的行列 足球巨星贝克汉就把他拥有 七千多万名粉丝的IG账号 交给卡尔可夫一名医师来管理 让这名医师可以在他的IG里头 分享战地前线的照片跟影片 小女孩站上舞台以甜美歌声演唱乌克兰国歌 整片辛亥为乌克兰祈福 还记得他吗 就是之前在基辅防空洞高歌冰雪奇缘主题曲的 可爱小女孩 如今他撤离到波兰 还受邀站上慈善音乐会舞台演唱国歌 战火让乌克兰孩童人生出现戏剧性转折 来到波兰边境的普热梅西尔 孩童们靠着卡通节目压压惊 妈妈表示他告诉孩子 他们是要到波兰探望朋友 但再多善意谎言都无法解释 为何爸爸没有陪在身旁 乌克兰男性不得出境 许多人更选择换上军服 直冲前线保卫家园 其中也包括他 乌克兰歌手福曼科八年前他的歌声帮助乌克兰人推翻秦俄政权 但如今他放下吉他扛起枪在基辅抵抗俄军侵略 国际足球巨星贝克汉也为乌克兰助阵 把拥有七千多万粉丝的IG账号交给卡尔克夫一位衣食管理 让他上传战区医院的照片跟影片 让全世界看清楚战火下的生活 内人好 编译